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不下BB呢 算是我临时起义啊 我上一期节目呢 给大家展示了 如果使用APS-C画幅相机的时候 搭配的是全画幅的镜头 相比于APS-C画幅相机 搭配APS-C画幅的镜头 其实并不能提升你拍摄照片的画质 我节目里面用了有1000块钱的镜头 4000块钱的镜头 甚至是上万块钱的镜头 即使在差价10倍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画质是 基本上没有任何提升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只有APS-C画幅的相机 使用全画幅镜头 稍微聪明一点 你都能够想得通 性价比肯定是非常的差 但是呢在视频下方呢 有这样的一个评论 说我现在挂全画幅唯一的原因 是之后换相机的时候 不用再换镜头了 实际上我并不是非常理解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因为呢如果你现在用不到 全画幅的相场和全画幅的画质的话 你完全没必要 现在就买一颗全画幅的镜头 但是呢这个评论 你可以看到在我截图的这个时间 还有40多个点赞 让我就觉得非常的困惑啊 感觉好像大多数人都不太懂 为什么在你刚刚开始玩的情况下 投资全画幅镜头 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从经济学上来说 这样的行为是非常的不划算的 其实我们花任何的钱 买任何的东西 从某种形式上来说 都是一种投资啊 投资是什么东西 你如果看过任何一本经济学的书 或者是理财相关的书 它都会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 就是你现在花一部分钱出去 等过了两三年以后 你再拿回来的时候 实际上要比你原始的钱要更多一些 比如说把钱存在银行 就是一种投资 是吧银行有利息 那么你存了一万块钱以后 两三年以后取过来的话 可能是一万几百块钱 这样的投资才是有意义 但是呢相机器材这个东西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做的这个截图啊 这个是索尼的2470G Master 和刚刚出的尼康的2470 2.8s 这两颗镜头的市场价格的走势 你可以看到这两颗镜头是随着时间 它的价格是逐渐下跌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啊 它是一直贬值的 是没有任何的升值的空间的 所以当你买了这个镜头以后 如果你不像我一样 可能会有一些商业的拍摄 那么你花这个钱买这个镜头 完全就是纯消费了 没有任何的升值的空间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买一个镜头 它这个东西就在我手里啊 实打实的 它怎么会贬值呢 我打个比方 假如说你现在手里面有一只股票 这个股票一直是下跌的 而且你是很明确的知道 它是根本就不会涨的 只会一直在跌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要考虑 把这个股票抛掉 还是说决定一直套牢在这里面 对吧 你稍微有一点经济头脑都会知道 肯定不能再把钱留在这里面了 大家都知道我做评测 做很多的相机 我也买过很多的相机和器材 你像这些就是我买过的 A7R2啊 A7R3啊 包括我买过两台A9的相机 之前也买富士的中画幅 以及采买的尼康的Z6 那你可以看到 左侧是我买这台相机的价格 右侧是我卖掉这些相机的价格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价格永远是下跌的 一直是贬值的 大家知道我最早之前 会做一些APS-C画幅 价格比较低廉的相机 那么这些相机呢 相比于全画幅的相机来说 它的贬值空间并没有那么大 甚至有一些还升值了 大家可能觉得不太相信 但是我之前做过很多 佳能80D的节目 其实我买过两台佳能的80D 一台是4600买的 但是过了四个月以后 我5200给它卖掉 反而转手以后还赚了600块钱 后来我为了拍摄一些活动 因为当时使用A6300 转接佳能口的镜头 对焦性能不行嘛 我又买了一台80D 我4200买的 然后用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又卖掉了 结果4800卖又赚了600块钱 A6300我之前也出过很多节目 我当时是直接跟RX100第四代 平换的 因为RX100第四代 我当时买的是5000块钱 平换的话就是5000块 结果我用了两年以后 你猜怎么着 卖的话 竟然4500卖出去 所以我用了两年时间 才亏了500块钱 M5这台相机 是我做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买的 当时带18150 带22饼干镜头 带1122超光角 反正一套下来是8500块钱 然后我做完节目 用了一年以后 由于它这个系统反应比较差 所以我就卖掉 结果仍然是卖了8500块钱 一分钱没有跌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APAC画幅的相机 比较便宜的相机 实际上没有那么大贬值的空间 跌的价钱非常少 但是你看这些全画幅的相机 你像GFX50S 我买的时候3万2 现在大概就只有2万2了 Z6我就不说了 直接跌了4000块钱 A723 A723 A9 对吧 都是几千几千这样的跌 所以你现在去投资 全画幅的东西 很明显是不划算的 那我就打个比方吧 使用APAC画幅的相机 搭配APAC画幅的镜头 假设我两年前买A6300 是5000块钱 加一个适马的18-35 F1.8 Art 这颗镜头出现过很多次 性价比非常的高 我当时买这颗镜头的时候 是3000块钱 这一套下来是8000块 那么另一套方案就是 我们使用全画幅镜头 我们要有逼格 我们一定要用最好的 我们现在买不起 全画幅的相机 当时全画幅的 一卡口的系统 只有A7R2和A7R 我记得当时 我买A7R2是1万多 然后A7R也是9000多块钱 好像买不起怎么办 先买个镜头 2470 Gmaster刚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 是15000多块 OK这一套下来2万块 但是你通过比较以后 你会发现 使用这两套组合 它所能够给你带来的效果 是不一样的 等效光圈这个东西 我已经说了 不知道多少遍了 大家如果不懂的话 自己去看别的节目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算 使用适马的18-35 F1.82的 这样的一套组合 它相当于28-52毫米 F2.8光圈的镜头 那么你下方的这个 2470 Gmaster 由于它本身就是 F2.8光圈 转到APS-C画幅的相机上的时候 要乘以交际转换系数 和光圈系数 它只相当于 36毫米到105毫米F4 结果你可以看到 更贵的镜头 它的光圈反而会更小 你稍微有一点智商的话 你都会知道 这肯定是不划算的 我为什么要花更贵的钱 去买一个 更小光圈的镜头呢 我之前那期节目 也给大家做过了 你在APS-C画幅的相机上 使用全画幅的镜头 是没有任何画质的提升 此时等下光圈 还有更小 那么你可以想象 在相同的拍摄情况下 ISO会更高 噪点会更多 画质会更差 可能有人会说 我这个70毫米端 等效105毫米 我赚长焦 没关系 我们再加一颗镜头 之前那期节目的 50毫米F1.8 OSS 还带防抖 这颗镜头 我当时记得 买的时候1000多块钱 1100吧 好像 我们就算它1000块钱 等效一个85毫米F2.8 是不是8 这个人像的焦段 给补上了 你看这套下来 才9000块钱 你买一个全画幅的镜头 光圈更小 还要2万块钱 涂啥呢 APS-C画幅的相机 使用全画幅的镜头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蓝色的圈 是一个全画幅镜头的相场 红色的方框 是全画幅CMOS的一个面积 假如说你在一个 APS-C画幅的相机上 使用的时候 由于它面积更小 实际上它并不能够 把所有的全画幅镜头的 区域给用上 这个感觉 就好像比如说右侧 这边有一个 6座的商务车 你买了一个好大的车 但是实际上 你只坐它前面4个座位 后面的座位 完全是空闲的 是不是 你就跟左侧的 APS-C画幅的相机 使用全画幅的镜头一样 很大部分 全都被浪费掉 你可能会说 我这个车买的大一点 我后面还能放点货 干嘛的 但是实际上不行 就跟你的 APS-C画幅的面积一样 你的画幅面积就那么大 你就只能够使用 中间这一块 那你坐车的时候 你就只能够坐 前面4个座 后面的座位就浪费的 那你买这么大的一个车 干嘛呢 你说啊 我们可能两三年以后 要结婚 要生两三个娃 或者是家里 这个成员比较多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家里 没有那么多成员 你现在家里 可能只有你跟你老婆 两个人 你买一个6座的车 有必要吗 完全没有必要了 或者说我们可以 打个逼方 这个相场啊 这个镜头的相场 就跟这个披萨饼一样 那么你使用 APS-C画幅的相机 就相当于 只吃中间这么一小块 我经常会听到 别人在讲 说哎呀 我这个镜头的 中间的区域啊 它的解析力 会更高一些 边角的区域 解析力会差一些 而且边角会有暗角 那么你只使用 中间这一块区域的话 你的分辨率 你的解析力 会不会更高 你的暗角 全都被剪裁掉了 嗯对 其实跟这个披萨饼 是一样的 有些人吃披萨 不喜欢吃周围这个边 那时候我只吃中间这一块 你可以看到 中间这一块 全都是馅料 吃起来非常的美味 但是你不想一下 你周围一大圈 全都被剪裁掉了 就相当于扔掉了 对吧 就跟你APS-C画幅的相机 使用全画幅的镜头 它只使用中间那个相场 周围边角料全部扔掉 你不想吃一个 12寸的披萨饼 你为什么要买 一个12寸的披萨饼呢 一个12寸的披萨饼 100多块钱 你只吃了中间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 买一个6寸的披萨饼 价格还更便宜呢 对不对 其实你买了一个 全画幅的镜头 就好像你买了一台 MPV一样 7座商务车 Alpha 但是你买这辆车的价钱 你可以买4辆卡罗拉 你想象一下 你们一家人 挤在一个7座的MPV里面 但是你们只能够 做前面4个座位 同样的价钱 你可以买4台卡罗拉 你一人开1台 就好像我们买 APS-C画幅的镜头一样 同样的价钱 你只能买一颗 全画幅的镜头 但是你买APS-C画幅的镜头 你可以买好几颗 而且各种各样的焦段 从超广角 到电动变焦 到人像镜头 到大光圈的镜头 你想买什么买什么 这个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边这个图 我来给大家算一笔账 你买APS-C画幅的镜头 你可能机身带镜头 你的投入只要9000块钱 那么你用了两年以后 由于它贬值比较慢 你在卖的时候 可能只亏了1000块钱 这时候你再买 全画幅的镜头的时候 你只要添一点钱就可以了 如果你买一个 全画幅的镜头 加上APS-C画幅的镜头 两年以后 全画幅的镜头贬值 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是非常不划算的 这其中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差别 就是一个是20000块钱的投资 一个是9000块钱的投资 你在这两年时间内 有11000块钱是被占用的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如果你这11000块钱 你可以拿来做别的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买点别的镜头 买一个背机 或者是你可以买点理财的产品 这些东西是赚钱的 那你说相比买全画幅的镜头 你还用不了全画幅的镜场 还只相当于一个F4的光圈 两年以后镜头贬值 没有任何的回报 你觉得划不划算呢 我相信如果你稍微聪明一点的话 你肯定能理解我在讲什么东西 如果不理解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 看一些投资相关的书 看一些理财相关的书 看一些经济学相关的书 了解一下 这个基本的货币的原理 以及投资的方式 你在不需要一个产品的时候 提前的去花大价钱 把这个产品买回来 同时你还不能够 完全的使用这个产品 所有的性能 然后这个产品还一直在贬值 然后贬值完以后 不会给你任何的回报 你做这种投资 你是在做慈善吗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个评论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 你这样做 是非常非常不划算 性价比非常低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很多人给这个评论点赞 我真的是很难理解 好吧 我希望各位呢 能够通过这个视频 建立一些比较正确的 花钱的观点 你可能说我是个爱好者 我不会挣钱 不知道怎么补贴 我的购买器材的开销 但是你花钱 你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好吧 不要去听别人说 啊这样好 那样好 然后你就把钱光光 就买了巧合的镜头 结果你发现 两年以后不划算 完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吧 希望这期视频 对各位有帮助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